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论在逆境和顺境里 他所做的都是非常的荣耀神 那神也因此把他升高 成为埃及的宰相 供应全地 以色列的全家也是因为 约瑟的关系 可以到埃及去住 然后才有了之后摩西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 我们看见其实神 掌管所有事情的发生 我们既然也是神的子民 他也会掌管我们生命中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包括我们生命中的逆境 其实呢也是为我们有益的 这样的领悟 所带来了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 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 创世纪的41章 46节到57节 主题是 约瑟防备花年 成为埃及与世界的供应者 约瑟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 年三十岁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 变形埃及全地 七个分年之内 他的出场 极分极盛 约瑟 聚恋 埃及第七个分年 一切的粮食 把粮食 积存在各城里 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 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谷甚多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因为谷不可胜数 欢迎未到之前 安诚的祭师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希娜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 马拿西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 以法莲 因为他说 神使我再受苦的地方昌盛 埃及的七个分年一晚 七个花年就来了 如同约瑟所说的 各地都有饥荒 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极致埃及全地有了饥荒 纵明向法老哀求粮食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防他所说的 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便满天下 约瑟开了各处的仓 挑粮给埃及人 在埃及地饥荒盛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地粮 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 好那我们看到呢 在四十节里说到 约瑟是三十岁 开始治理埃及的 那我们从明宿记的 第四章和第三节 知道 利默人呢 也是从三十岁的时候 开始在会幕里面任职 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开始传道 传道的时候 年纪也是三十岁左右 这再一次的证明了 我们呢 看到四十六节 说到约瑟开始 治理埃及的时候 是年三十岁 那我们从明宿记的 第四章第三节 也是看到说 利默人也是从三十岁 开始在会幕任职 那主耶稣呢 也是开始传道的时候 年纪也是差不多三十岁 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约瑟在三十岁 开始治理埃及 然后久正把约瑟忘记了 在牢里面多待了两年 其实是出于神的安排 神的时间表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约瑟 生命是最成熟的 因为他在牢里面 必定要经过很多的忍耐 那这样的忍耐 也是奠定了他以后 服侍埃及的一个基础 那在昨天的经文里的 第三十九节 我们有看到法老 夸葬约瑟说 神既将这事只赐予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聪明智慧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法老看到的是 神拣选人 是因为人的聪明和智慧 他觉得约瑟被神拣选 是因为约瑟他非常的聪明 有智慧 那其实我们认识神的人 知道说其实 约瑟的聪明智慧 其实是来自于神 那为的呢 也是荣耀神 当约瑟刚刚被升高到宰相的位置的时候 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在这个时候 他并不是说 啊 我有了这么高的位置 我要为自己谋福利 那我们看到圣经里说 他马上做的事情呢 是去变形埃及全地 就是说呢 他马上去埃及的各地去考察 去学习各地的情况 为了预备花年 啊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呢 其实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为人民考虑的一个领袖 那这种自我牺牲付出自己 然后成全他人 其实是一个属天的智慧 是从我们的神来的 就像我们的神 其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 啊 爱世人牺牲自己 那神其实在使用约瑟 在彰显他在属神子民身上的作为 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约瑟的智慧 就是呢 啊 我们看到约瑟在 啊 欢欢年来之前 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两位两个儿子 那约瑟虽然呢生活在偶像盛行的埃及 可是他其实依旧是敬畏耶和华的 啊 啊我们也听说听说过这个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可以从约瑟两个孩子的名字里看出约瑟对神对神的敬畏 那约瑟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啊 啊叫做玛拿西 那这个玛拿西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忘记了苦难和怨恨 那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啊 啊抱歉说啊他玛拿西的名字是神死约瑟忘记了苦难和怨恨 啊另一个叫做以法连代表神死约瑟开始了啊 啊昌盛的新生活 那在名字的意思啊都有两个神死 啊英文就是because of god 那啊约瑟取这两个名字就可以看出约瑟其实有一颗懂得感恩谦卑的心 他知道他一切的成就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出于耶和华之手 神才是他生命的掌权者啊这这也是属神人啊属神子民啊的智慧 看见神是掌权的啊埃及的分年过了以后花年就马上开始了 就就像约瑟他预测的一样那除了埃及以外呢啊 啊迦南各地还有周围的地区都有了饥荒 那看到啊来因着饥荒来讨粮食的民众法老就对他们说你们到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 那这句话其实啊我们听到了就好像事成相识 我们有没有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其实有讲到就说耶稣在迦南的婚礼上啊他的妈妈玛丽亚也是告诉众人 那时候是遇到说啊那个酒不够 对吧所以呢玛丽亚就是告诉众人说你们要听耶稣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因为玛丽亚呢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他是有能力可以把水变成酒的 那在这里其实同样其实法老呢也是知道说约瑟 因着他信靠的那个神是很有能力的可以来解决饥荒的问题 所以呢不只是埃及人寻求约瑟的帮助 然后我们也看到各地的人都跑到埃及去到约瑟那里购买粮食 约瑟好像顿时就成为了埃及以及周围地区的一个供应者 感谢祖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学习到了原来神允许约瑟 以往所受的很多的苦难的发生呢都是为了造就他现在可以成为一个供应者 如果没有弟兄的排挤和陷害 其实约瑟就不会到埃及去被卖到埃及去 然后如果没有护卫长妻子的诬告 约瑟就不会在埃及的监狱里面认识法老的久证 他最后也不会认识久证 然后替法老解闷 最后成为法老选的宰相 约瑟的性格和智慧 也是因为他这样子各样的遭遇而得到很好的培养 一切都是神美好计划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也遇到不尽人意的时候 有很多难以让我们承受的苦难 可能我们向神祷告 神也没有马上的把我们的苦难挪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说苦难没有被挪去 就会抱怨然后对神失望啊 然后甚至是会责怪神 那我们读了约瑟的故事 我们可以思考说 神要是允许这样的苦难的发生 是不是想要我们学会一些什么 是不是为了造就我们的个性 就像他培养约瑟一样 那我们需要的是学习约瑟属天的眼光和智慧 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 要像约瑟一样 就是依旧是乐观 然后依旧是信靠顺服神的安排 然后知道说神掌管所有的一切 我们把这种做决定的一个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然后就可以静静的等候 神帮我们扭转局面的时候 那在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呢 我们依旧要谦卑 就像约瑟为他的孩子取名 说because of God 对吧 然后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和赞美归给那赐恩典的神 好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何等的伟大 你掌管人生 一切事情的发生 求你原谅我很多时候在逆境中对你的不幸 求你帮助我重新开启我的眼光 让我看见一切都是你的作为 为的是让我在逆境中长出有基督新香自弃的生命 可以成为我生命各个场合各个合场的供应者 感谢赞美祖 奋祖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弟兄姊妹的聆听 愿大家有一个满有恩典的一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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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